歡迎回來我的仙境傳說 叢林開始的刺客之路 那今天我們來點不一樣的啊 來換一下新口味 今天我們就不玩RO電腦版了 女人目前來說回坑將近兩個多月的時間吧 老實說這兩個多月的時間真的是走火入魔 真的是瘋狂的在玩RO端遊 包含我之前玩的一些手遊幾乎全部停下來的 仙劍啊 煙雨啊 全部停下來 那有新的手遊基本也都沒有嘗試啊 就瘋狂的在玩RO 那真的是從頭開始練啊 那對於我這種20年前的侵壞玩家來說 一開始的那個 就是怎麼講啊 就是懷舊感跟爽感真的是拉滿爆棚 然後還有成就感 就是從零開始練 然後慢慢的看到自己的角色 慢慢從一轉二轉 然後一直到三轉到四轉 啊 目前到四轉 那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目前來說啦 其實大概也到了差不多 就是 欸 該怎麼講 也練到240等了嘛 那基本上來說 能做都做了 那單人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大概都試過 包含抽卡 包含轉蛋 包含可能裝備的衝裝 然後再來是打副本 啊 各式各樣的副本 然後再來是打王 就是我自己立了一個Flag 就是很想要把RO的所有的野外王全部吃掉 包含 欸 如果有機率啊 副本王也想要把它吃一吃 那這個是我目前支撐到我玩到現在的動力 那目前來說玩先進傳說的電腦版大概已經差不多這樣啦 剩下就是你要農錢 如果不課金的話就是農 每天打副本去賣一些那個 就是賺RB 然後把自己的那個裝備提升這樣子 那能玩的東西已經比較有限了 那但是還是很多可以研究啦 基本上RO的電腦版我是絕對不會退坑的 就是一樣 每天慢慢把副本打一打 看能不能打到網卡 打網卡也是我RO的最大一個動力這樣子 那想說好啦 電腦版已經玩得差不多了 想說來 該找一些新手遊來玩一下 所以本來在今天想說 最近嘛 大概9月10月吧 多了很多新手遊 那目前是時候該回來撈幾個 一兩個手遊來玩一下了 那從Baha前50名看起來啦 目前有多了一個什麼卡皮吧啦 這好像是水豚吧 但是這個遊戲 老實說啦 這種遊戲真的活不長久 這種東西都是屬於那種 輕度可愛偏向放置類型的 那比較 沒有到遊戲性那麼好 就是一種就是紓壓的玩法 那這種遊戲大概 同類 同質類型的遊戲有很多啦 基本都活不久啦 那所以這個小型就沒有在玩啦 畫風我也覺得也還好 那女生應該覺得蠻可愛的啦 那個水豚 然後再來是這個熱水大鬥戰 我本來是真的想要玩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當初我一個很喜歡的UP組叫芒果冰 他當初有玩這個熱水大鬥戰 他 陸版叫做紫尖無雙 然後那個時候看他玩真的覺得很好玩 然後因為這個遊戲我一開始以為是放置類型的三國的那種養成卡牌的遊戲 結果玩到最後沒有 他是屬於國戰遊戲 他最後 他一開始大家玩 你會覺得是放置卡牌 沒有 他玩到最後 後面 你是要玩國戰的喔 所以你不喜歡國戰的玩家 到後期你可能玩不到 那我這款有下載一下 玩了大概10分鐘吧 真的有點無聊啊 一直在當挖礦啊 當伐木工 就是一直在伐木 我真的不知道在玩什麼 然後因為是直立式啦 然後畫面啊 遊戲性我也覺得還好 一開始我很期待這個紫尖無雙 當初看他玩的時候本來想說 如果台版有出的話來玩一下 那玩完之後發現也還好就沒有玩了 那剩下的話就是這個就是救死者之術 這個之前有一兩個玩家有在留言說 怎麼不考慮玩一下這個 這幾個其實當初我都有下載啦 那我一般玩不長久的遊戲 我基本上就不會破出來啦 因為想說 破出來蹭一下也沒什麼好玩的 然後 就只是試玩那一下下也沒什麼好玩的 所以 目前來說前20秒 我現在找不到什麼遊戲吧 所以呢 剛好在昨天的時候看到了一個消息 就是重力社啊 在我們那個韓國遊戲展覽的時候 公布了一個啊 總共RO限定傳說3 準備要出了 然後還有多了一些17款的新遊戲 那 限定傳說3 2 欸 1 有在玩嘛 就現在玩的那個嘛 2 沒玩過 那聽說2也是挺失敗的 好像 當初以前有出吧 只是 畫面 啊 遊戲性啊 那些東西好像 比1代還不如 所以那時候2代真的也沒什麼水花 然後防品好像也蠻多的吧 那3的話就不確定為了長什麼樣子 這個到時候如果有出的話 那可以再考慮一下 所以我自己目前是想說 既然 RO我自己還是蠻有 就是蠻有愛的 所以想說 成為一個玩變RO的一個訓練家 就是RO未來有出什麼遊戲 就來玩一下 如果覺得好玩 或是大家喜歡看的話 我們就來玩一下這款遊戲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還是開始想說找一下RO的手遊來玩一下 因為目前前二三十名好像也找到什麼好遊戲吧 如果有不錯的話可以推薦一下 那在禮拜四吧 禮拜四的時候到時候那個重申就要出了 那重申的話到時候10月31跟11月2號吧 下午2點我都會直播 然後那個來試玩 帶大家試玩一下 這款我其實會想要認真玩一下 到時候會課金 然後會長期遊玩 除非玩到後來有什麼問題 就大概就不玩 之外 要不然應該會長期遊玩 因為他第一個你不用掛機 他是屬於就是離線掛的 所以我們不用一直掛遊戲 因為像我目前已經有在掛天堂了啦 像我有在掛天堂 我要再掛其他遊戲其實比較難的 那這款遊戲的話 玩起來有RO的Feel 然後畫面操作性 就手遊版啦 然後可以離線掛機啦 這個還OK 所以到時候可以玩一下 10月31號 有新到時候看看哪開哪個伺服器 我們在一起玩一下 好 大概是這樣啦 這個RO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來 我來玩一下 這個艾如初見 那艾如初見的伺服器 我當初有在貴族學園開一個啦 就試玩一下 玩到20級而已 那目前來說的伺服器 我英之花架重新來玩一下好了 英之花架對我RO的懷舊真的是很神 因為當初 英之花架就是當初那個孫燕之啊 孫燕之代言那個老版RO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英之花架版本 然後還有一隻那個NPC 那個 孫燕之NPC在那個遊戲裡面這樣子 好來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重新來玩一下 這個 艾如初見啦 玩了人家兩三年才開局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來重試玩一下 我自己玩一下還蠻還願的 而且他現在輸到三轉了 然後技能該有的都有 其實也不差 那目前玩到現在還是蠻多玩家在玩的 代表這款手遊應該也是還不錯的 好 那我們就來玩人族吧 走 去冒險吧 又是玻璃啊 然後應該可以捏一點吧 那我們 找個帥氣 我基本上所有的造型都是一樣的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好 初心者登入 啊 OK 呃 名字一樣啊 老規矩 好 走 我們來從 從零開始的刺客之路 在我的艾如初見 又要展開冒險 先來試試看 啊 看大家喜歡看哪一些手遊 或者是哪一些遊戲 都來玩一下 那如果覺得還不錯的話 就可以長期遊玩這樣子 來 學校的畢業之旅 他有這個 3D跟2D的視角 然後重點是 他前期的時候 他要 這個要是巨石 然後他這邊可以 嘿嘿嘿 他這個打怪其實我個人覺得 那個爽度還不錯 那他 好像還是 跟天堂一樣 就是要在線掛機這樣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一點 那 除此之外的話 他其實還原度我更覺得還不錯 打擊感我更覺得也OK 然後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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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呀 帥哥一枚 可是他 有沒有 他那邊 巨型的關係嗎 視角不能轉 殺 好啦 直接清光 página 這個半獸的 小惡魔小惡魔 平常我們在那個積分地下的時候的小惡魔 現在長大現在在醜油裡面是這麼大一隻 我的血在狂噴 然後他這個也是要躲招了 好爽好爽好爽 這招真的是超爽的 我稱他為橫版的萬劍騎飛卡 我記得以前LL有隻角色是這樣子幹的 那在打完新手關之後呢 就來到這個初心者的試煉場 那我們去解一下任務好了 來進入巨型模式 這個大風出是怎麼回事 OK 拿短刀戳 讓我懷念起以前初心者的時候 拿短刀打玻璃 哎呀 這些瘋兔真是沒完沒了 我們有沒有什麼比較強一點的招式 幹 我們初心者一開始就拿短刀戳 到手遊裡面還是拿短刀戳 他的裝備好像 一樣 跟那個初心之戰差不多 因為目前來說 好手遊我只玩過初心之戰 那那個時候也玩很久了 那目前 來說的話 艾汝出現其實 瘋瓶來說應該是比初心好 好 然後 他也是這種可愛版 課金 這個未來如果真的要玩的話來課一下 小巴風特 然後 這個喵壁 啊喵果 這個喵喵果 好來了 哇 這邊要打怪 我看一下這聲音怎麼大聲 來了 去去去去去去 粉版的萬劍齊飛 幹怎麼聲音這麼大聲啊 好 OK 喝 諷模無屍 我去死吧 我這邊可以打三百多萬 這招人ệt勢人戰士 好肥喔 哇 以前你們沒那麼胖吧 哇 受人戰士 受人弓箭手啊 然後活屬劍 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那個那個齊美拉是不是 凱美拉 不是那個變異凱美拉 這是我橫版的萬劍歸宗的威力 聖食之虛魔 鬼居之舞 百毛穿刺 喔這個帥 喔這個真的帥 好 然後 逛的話 跑到這個什麼 異界之 喔這個真的是那個耶 獸人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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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戰士 欸 不 他一根斷後 欸這不是那個嗎 漁人 漁人 漁人士兵 然後 要問一下 他目前開放三轉了吧 今天我們至少要來玩到一轉好了 我們要玩到那個盜賊的部分 然後 學姐 沒關係啊 學姊不過有事情了 然後 那個玻璃帽好了 以前早期我每次戴玻璃帽 欸 是不是 啊 玻璃帽 不忘初心 有沒有 最初的感動啊 RO最初感動啊 比我們大腿還粗的感動 永 欸 卡普拉姐姐 欸 這是喵國的人吧 有沒有 我真的覺得阿魯出現真的是音樂 光是音樂能還原RO 這塊我真的覺得就不錯了 哇 孟洛克啊 以前在 就是這幾天在老闆RO的時候 吃呆啊 去找那個古埃及王啊 都在這裡 欸 啊 公會 哇 好多人喔 哇 都一百多人欸 其實 其實艾如還是蠻多人晚的 這只是一個伺服器而已 好來 這邊有猛新獎勵啊 到貝斯十五的時候可以拿這個 然後 這是商城 好 走 我們去 孟洛克轉職 當初的 盜賊公會 也是在孟洛克喔 好 來吧 去 孟洛克的西部 這音樂真的是懷念 當初 去公會轉職在那邊 打那個任務的時候 呵呵呵 真的 老闆RO 真的還是有他有趣的地方 欸 代表公會歡迎您 欸 我剛剛站錯了就是 好 為了我們盜賊公會的復興 喔 這有動畫 短資料動畫的 冒險者 歡迎加入 歡迎加入 哇 單膝下跪 這是要求婚的意思嗎 哇 你不是說我也是法師欸 光會為你照亮前路 光會為你照亮前路 還有很鼓掌欸 哇賽 呵呵呵 不錯不錯不錯 欸 短刀 然後 啊 短刀 然後跟他 善於常逆 盜賊 啊 一樣 基本 玩習慣好喔 這些東西都不是重點 然後 加點 然後 二刀連擊 一轉是40點 然後二轉也是 刺客跟流氓喔 刺客 有沒有 超帥的 那 前期 柴影還是比較需要用到 後退迴避也是會需要用到的 然後 二刀連擊吧 前期 好像還是需要一點二刀連擊 好 殘影的話 是加 閃避值 然後加移動速度 後退迴避就不用講了 二刀連擊是被動的 所以前期刺客的 呃 前期的盜賊 是完全沒有攻擊技能的 好 又要解讀啦 幹 好悲傷喔 幹 真的是很悲傷 那 加點的話 啊 既然我們是刺客嘛 那還用說 啊 先加個力量再說吧 好啦 意思先加一下就好了 好 走 我們去外面打一下怪好了 好 一樣可以吃料理 那 走 去打一下怪 今天就在 打野怪中過去吧 卡普拉 傳送服務 冒險1 走 去打兔1 我們好像真的沒有技能 天啊 幹 真的一個 主動技能都沒有 喔 這邊可以那個 點擊可前往設置掛機技能 掛機技能 點擊可停止自動戰鬥 長按即可直接打開自動戰鬥面板 喔 他這個視角好像只能 他不能前後放耶 他只能上下 他上下改 3D的話就是固定視角 喔 後退回避 啊 這個就是簡單的那個 好啦 OK啦 大概也是這樣啦 這次艾如初見的試玩 目前玩起來 我個人覺得還行 不過他是兩年多來的手遊了 所以 現在才入坑的話 真的會比較晚一點 OK 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大家喜歡看的話 我們就去遊玩 那喜歡歡迎支持一下 我的圈牢 感謝收看 下次有人再見